到了小三小四的時候 我有點忘記什麼時候 大概那個時間 然後就我媽媽的店 被會計作帳 然後就欠了五百萬 然後那個時候 真的是 壓力很大 因為那時候變成說 我們要把家裡賣掉 然後也要把 就是把我們身上所有的財產 通通都變現 然後要去還這個錢 可是因為他是作帳 然後因為我媽媽的店 還是要繼續營業 因為不然的話就沒有收入這樣 所以我們就還是要 繼續營業這間店 就變成我們有兩年 是沒有收入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會 把自己的錢省下來 然後沒有吃飯 然後把那個錢給我 然後那時候 其實晚上的時候 我媽媽 對不起 好 自主 妳的爸媽是在妳八個月大左右 就離婚了 對 就是我爸爸媽媽 是在我爸月大的時候離婚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媽媽自己一個人帶我這樣子 那因為我那時候還是嬰兒 然後就有 請 就是會請保母照顧我這樣 然後那時候 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對 那時候很小耶 妳還記得 對 有一次很 對不起 等一下 慢慢來 我以為我不會哭了 不會 我太遠了 不然我又送妳一條手帕 我來這個節目 就會送人家手帕 那個因為那時候是小寶寶 我們差點覺得 好像小寶寶記憶沒有很深 但其實有一些畫面 妳是記得很深刻的 對 就是大概一兩歲的時候 就是也開始會講話 然後那時候就是會 送到保母家這樣 然後我就記得 我在那個陽台上 看我媽媽要走 因為她要去工作 她是舞蹈老師 然後她就去外面接課 我就在陽台上 然後就說 媽媽 妳可不可以不要走 她就一直這樣喊 然後媽媽就是不敢回頭 她就這樣 她叫我進去 媽媽也跟妳現在一樣在哭 對 後來我小學的時候 我媽媽為了要照顧我 所以她自己開了一間舞蹈教室 就她不是前面就拼 就存到一筆錢 然後就可以開一間點 然後她就開了一間舞蹈教室 然後她就變成說 我白天的時候 她就去上班 晚上的時候 她就可以回家陪我 然後我們就這樣 到了小三小四的時候 我有點忘記什麼時候 大概那個時間 然後就 我媽媽的店被會計作帳 然後就欠了五百萬 然後那個時候 真的是 壓力很大 因為那時候變成說 我們要把家裡賣掉 然後也要把 就是把我們身上所有的財產 通通都變現 然後要去還這個錢 可是因為她是作帳 然後因為我媽媽的店 還是要繼續營業 因為不然的話就沒有收入這樣 所以我們就還是要 繼續營業這間店 就變成我們有兩年 是沒有收入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會 把自己的錢省下來 然後沒有吃飯 然後把那個錢給我 然後那時候 其實晚上的時候 我媽媽 對不起 到現在還是很心疼媽媽 對 小時候的時候 媽媽在 都會先把我哄睡 謝謝 她會先把我哄睡 然後 自己一個人 在客廳 籌錢 然後她自己會偷哭 從來沒有在我面前哭過 但是因為她自己一個人 要養我嘛 然後那個時候再加上 剛好外公外婆有一點狀況 就是外婆中風 所以那時候我媽媽就是 自己一個人 我就記得我小時候 在房間的時候 就偷開那個 因為聽到媽媽在外面有聲音 就偷開那個門的時候 就看到我媽媽自己一個人在哭 然後 有一次 其實有一次那時候 我是真的受不了 然後 我就有故意發出聲音 讓她知道我醒了這樣 然後我在走出去的時候 我看出來我媽媽是 就看起來像眉苦這樣 就她整個 證明好情緒之後 對 然後 在我面前都是 就是很正向 然後很 很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很善良的人這樣 勇敢 很勇敢的人 對 不簡單 媽媽也 你看這個女兒 都自己偷偷看到 媽媽都忍住 其實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時候那麼辛苦 爸爸那爸爸有沒有過來照顧你 爸爸的話是 他是 我是有一直 就是兩邊都有聯絡 比較大一點是 一到五的時候是 跟媽媽住 然後六日的時候會去爸爸家 就禮拜五晚上 會去爸爸那裡這樣 我國中的時候 跟爸爸關係比較惡劣一點 因為就是小時候的時候 媽媽就說 是因為關係不合 所以 所以你心裡有討厭爸爸 沒有 那時候就覺得說 只是因為關係不合 因為媽媽會自己偷哭 然後他跟爸爸吵架的時候 他就會哭 所以那時候媽媽就說 你看我跟爸爸吵架 他會難過 你也不希望媽媽難過這樣 我說對 我不希望媽媽難過 那分開好這樣 分開媽媽就不會自己偷哭這樣 然後但是就是 我媽媽她就是那種 階段性會解鎖一些消息這樣 然後再大一點就知道 他們真的就是 就是離婚的原因這樣 就 對 就是爸爸有 懷孕 對 有新朋友 新的對象 後來再結婚了 這種事情常發生 再結婚了 對 就是 對 那時候你跟爸爸 有很激動的爭吵 一開始其實因為 對我來說 我爸爸很愛我 我媽媽也很愛我 然後我媽媽也都說 爸爸也很愛你什麼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沒什麼 但後來就知道說 困困 然後我就剛好國中的時候 就有點叛逆期 對 然後就是 我爸爸只要說什麼 你跟你媽媽一個樣子 什麼的那種 就因為我爸爸 我就跟我爸爸吵架 然後因為我吵贏他 我就說可是你就怎樣 不合理 他就說你跟你媽一樣的時候 我就會抓狂 就是那時候的那個點 然後就會這個大爆發這樣 然後我就會對我爸這樣 而且是完全明明就沒有邏輯 但是就對他死日後這樣 這樣子 然後就是摔門什麼的 這種很叛逆的行為這樣 然後我媽還 就是她到後來 我大學的時候 她還說 我女兒沒有叛逆期 很好 她超成熟的這樣 然後我就說 對 我對你沒有叛逆期 但是我對我爸爸好像有 對 幫媽媽出氣的 對 就是那時候覺得神奇這樣 然後是我媽媽 其實在那個過程中 其實她都有跟我說 她說 這是爸爸跟媽媽之間的 就是跟 對 爸爸媽媽好像都很 對 爸爸媽媽自己的事情這樣 妳媽媽很成熟 很堅強 對 她說 其實她說 她其實講過一個 她說她其實不希望活在 憎恨的世界裡面 就是她希望我就是 她要我知道說 我爸爸很愛我 但我爸爸真的很愛我 我爸對我很好 就是我這樣跟她對 她從小到大沒有打過我 就是那種 打一下都沒有 她就是那種 她自己很生氣 然後她也是 好 算了這樣 那種 對 然後我媽媽就說 你看爸爸還是很愛妳這樣 那爸爸很愛妳 媽媽也很愛妳 只是因為我們兩個 沒有辦法在一起了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對 就是也覺得 慢慢就開始覺得 好像能夠釋懷 能夠體諒 那也比較就會比較早 覺得可能就放下很多 OK 好 慢慢理解 這是他們的功課 妳升國藝之後 開始也去想要賺錢 改善家計 對 因為就是 看到媽媽那麼辛苦 然後我也很希望就是 你知道在家裡 就是很有用你知道嗎 我也想要幫媽媽承擔一些 對 趕快還完什麼的這樣 然後就覺得 賺個一兩千塊 那時候都覺得很羨慕這樣 然後加上我媽媽是 本身是模特兒 就她以前的職業是模特兒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也想跟我媽媽一樣 因為我媽媽在我心中 就是一個偶像的存在 對 英雄的存在 我想跟我媽媽一樣 就剛好璀璨之星 那時候第一屆 妳就棒妳對不對 對 那時候第一屆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還沒有分組 什麼都沒有這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國中 就167 對 所以我那時候是剛好 那個壓線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166底線 166還165底線 然後那時候就很剛好 就是壓線 然後她說只要繳五百塊 你就可以去報名 那如果你上了 你就會有一個暑假的課程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五百塊 兩個月的課好划算喔 就是如果我上了 那我拚拚看嘛 因為這是我的決定 那我之前決定都OK 那我這個是不是也可以去評評看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好 那我就用這個 去比這個比賽這樣 然後就很順利 剛好就比到總決賽這樣 然後那時候 對 就到總決賽的時候 想說可以 我覺得我很好 但因為總決賽就被刷掉 那時候還想說 好像沮喪 那我就好好回去念書這樣 結果沒想到隔一個月 就是公司就問我說 那我們有意願想要簽約這樣 那有沒有這個興趣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當然有去 可以賺錢的機會來了這樣 然後我就去 簽了這個合約之後 我那時候第一年 完全就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要先 受訓 對 要受訓 要拍一些 就是可以出去工作的 那個照片這樣 然後還有要一些 要自己 因為我們模特兒 要自己準備高跟鞋 然後很多 然後那時候就 第一年賺的錢全部打平 這樣 但是因為我的存責 一直都是直接 就是我的那個薪水的本質 是直接給媽媽這樣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第一次拿到 就存存存 每個月這樣工作 存存存存到第一筆錢 然後我就想要去買一個 生日禮物給媽媽 然後我就帶著媽媽 去買那個玉琢 對 我買了一個 但就是不是很貴的 就是一萬多塊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 那時候 對 才十四歲的時候 大概 對 那時候十四歲的時候 就覺得我很有用 第一次人生 可以送我媽媽生日禮物了這樣 然後我可以讓我媽媽 感覺我好像開始有能力 可以讓媽媽過得很好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很開心這樣 所以妳知道很好 妳到大學的時候 跟媽媽一起把債都還完了 十八歲的時候還完了 十八歲 高中畢業的時候 OK 就我跟媽媽兩個人一起 合力的把這個錢還完了這樣 很快耶 妳當這個感覺是什麼 妳會不會覺得妳很少經歷一些 完整的學生生活 那個時候還好耶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覺得 我每一次工作 看到那個薪水 就是很累 很累 可是妳就看到薪水進帳的時候 就覺得 對 這個是我的努力 對 很努力 然後就覺得很爽這樣子 很開心這樣 所以就覺得每次的累 都會覺得 值得 很值得 就是未來的薪水這樣子 就會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這樣 所以我覺得過程中是 不會覺得有辛苦的時候 就雖然可能會很累 但你不會覺得那個是辛苦 跟我一樣 我那時候當活動 執行秘書辦活動 可是妳知道嗎 我只是執行了 我只是籌劃了 對 其實那個活動 我一次也沒參加過 就很有成就感 活動完每次回來 你知道班上每個人都成雙成對 那時候多羨慕 對 就覺得因為我要去打工 所以我也沒有參加過 對 對 而且他們都會是那種 一群好朋友 一群好朋友這樣 可是你沒有覺得說 那妳有空談戀愛嗎 沒有 應該也不是這樣講 應該說 其實身邊有很多男生 或是什麼 可是你卻會覺得 變成說你的聊天的內容 會是我今天工作怎麼樣 而且從年齡的 你會覺得他太幼稚對不對 也不是幼稚 就是真的是聊天內容 他會跟你說 我考試怎麼樣 或者是我補習怎麼樣 然後我會跟他說 可是我工作怎麼樣 你起早踏入社會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 兩個人聊的東西 對 有一點沒有辦法 溝通的感覺這樣 就是好像我可以 體諒他說可能念書很累 或者是體諒男生 可能很辛苦 或是什麼的 念書的部分 但還可能男生們 會沒有辦法體諒我們 所以這種 妳都還沒有交過男朋友 我的初吻還在 這麼漂亮的女生耶 真的嗎 對 孔老師怎麼看 他真的是從小也是因為 很心疼媽媽被迫長大 跟媽媽一路扶持到現在 也有點交友 有點困難 我是覺得說 在紫竹的身上 我第一要先讚美妳媽媽 我覺得紫竹的媽媽是一個 我看過到目前為止 應該算是一個現代化 單親媽媽的典範 真的 我覺得很棒 因為為什麼 很多單親媽媽 變成單親媽媽以後 不是她過分的 覺得愧疚 自責 就是一直在埋怨對方 讓她造成這樣一個 婚姻的不行 妳兒常會變成情緒垃圾 對 那我是覺得 她媽媽這一點做得非常好 那紫竹也從來沒有叛逆過 為什麼 因為她那個 她爸爸眼中的叛逆 是因為她爸爸 去踏到她的地壘 那個紅線就是她的母親 她母親是她醫生 她對她父親也許 還有那個血緣關係 是一個依戀的關係 但沒有依賴 可是紫竹跟她的媽媽 是既依戀又依賴 所以他們等於是生命共同體 所以當她爸爸說 妳跟妳媽一樣的時候 她不太在乎妳罵我 可是妳說到我媽 我抓狗了 對 這就表示她對她媽媽的愛 那可是妳看紫竹是一個非常 有教養的孩子 她即使知道說 她的父親外面有外遇 這件事情 妳看她剛剛 還是很難其口 而願意給爸爸留面子 所以這是不容易 那妳看她十四歲 就可以買個手鐲送媽媽 很厲害 十八歲 幫媽媽把債務一起還清 所以我是認為說 在這個 跟那個紫竹的媽媽 按讚的時候 同時也要跟妳拍手 所以應該跟妳拍手 很棒 非常好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跟我媽媽後來 因為我十八歲到二十歲 我們就努力存了 我就努力存了 對不起 努力存了一筆錢 然後我帶媽媽 就是我跟媽媽說 這是姐妹吧 我要帶她去 帶她去韓國玩 幫她付機票跟住宿這樣子 然後這是第一次跟媽媽 一起出去玩 這是兩個人 年紀看起來是姐妹的 媽媽是模特兒嗎 所以妳也是很模特兒 然後這是我媽媽在做泡菜 對 跟媽媽一起做泡菜 有時候的照片 然後這是我媽媽 幫我拍的照片 我媽媽幫我穿韓服這樣子 好漂亮 我媽媽拍照技術超好 就是她媽媽在教育 她的過程中裡面 沒有任何負面的 這個教材在她身上 所以她從她看到媽媽的背景 在偷哭的時候 那個每一個有鏡頭 有畫面的鏡頭 都是可以讓孩子自覺 然後去領悟到說 我必須要怎麼樣 來幫這個家庭 這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雖然是爸爸缺席的童年 但是你培養出很堅韌 而且這個有毅力 跟母女之間是培養一個 別人都沒有很深厚的感情 那可是她的爸爸也沒有缺席 她禮拜六 禮拜天 可是跟爸爸 對 而且她是說 即使她舞逆她爸爸 她爸爸都沒有動手 或者不理她 所以這是像 他們這一對離婚的夫妻 她媽媽在這中間 有一個讓我更覺得了不起的地方 她是個模特兒出身 然後她又那麼年輕漂亮 其實她媽媽可以再去 找一個可以依賴的男人 來讓她走下一半輩子 可是她媽媽沒有 她媽就是即使還債 都靠自己 一個女兒跟她一起努力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勵志的故事 父母親的家庭教育 即便不完美的婚姻祖竹 還是可以生長得這麼好 很棒很棒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